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自然摄影师 雷宇的龙门镇摄影连一局 影响一张照片的好坏有许许多多的因素 可能出50集这样相关的内容 都不一定完全能够讲得非常明白 讲得非常透彻 之前我出了这期节目和大家一起探讨了 为什么你使用长腰镜头拍摄出来的照片 不够清晰不够锐利的原因 这期节目我主要是从一些主观的因素去分析的 没有看过的 可以回去看一下改掉你使用长焦镜头时的一些坏习惯 今天就想接着这个话题继续和大家聊 很多旅行摄影风景摄影初学者摄影爱好者们 在刚开始非常容易忽略的一个重要相机参数 快门速度 快门速度是快还是慢 实际上从很多层面会影响整幅照片的一个观感 它的一个干净程度细利程度 甚至一些通透程度 OK 废话不多说 那我们就直接进入今天的主题 好 今天我们来看几个实际的拍摄场景 现在呢我是在一个瀑布溪流这里 我们来看一下快门速度 它是如何影响照片的一个整体氛围啊等等这些 大家可以看见现在这个场景啊 构图差不多就是这样 你看我前边这里一个瀑布小的溪流 然后远处是一个大瀑布中间一个桥 大概我们是这样 但今天呢我构图就不展开来聊 主要是聊这个曝光快门速度 比如说我用正常的一百分之一秒来拍摄 我们来看一下啊 好你可以看见这张照片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当我把这个下面水油我们这里放大放大 你再看像这些水油它并不好看 没有什么细节整体照片呢 没有什么出彩的而且感觉 因为这个水油的形态有点整幅画面啊有点脏的感觉 好然后我们调整曝光速度 我们来到大概十秒钟的曝光 这是曝光时间六秒啊 没有到十秒六秒的时候 你可以看见我们的近处 这个小溪流它的水已经给雾化了 远处的这个大瀑布了也基本上雾化了 然后我们看两张照片的一个对比 你可以看见明显的右边 曝光时间六秒的这张 会整体照片看上去更加干净 更加简洁更加的好看 氛围也会更好一点 所以这个就是快门速度影响照片 一个整体氛围啊等等一些因素 好但是呢我们拍摄这种水流 还有一种拍法就是我最喜欢的啊 我最喜欢的就是把这种水流拍成水丝状 我现在调整参数把这个曝光时间设置到0.5秒左右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好你可以看见这个是0.5秒左右的一个曝光时间 你可以看见拍成水丝状了 而且呢整体照片它也会显得和我们中间这张第二张照片一样 整张画面看上去也会比较干净比较漂亮 而第一张是最难看的 第二张呢整体画面就会更好一点 第三张我们这个水它的细节就会更漂亮一天 所以呢快门速度它不仅仅是影响了水流的一个状态吧 而且呢它会影响整部照片的一个观感一个氛围 一个照片干净等等这些许多许多因素吧 好当然呢因为今天天气也不是太好 所以拍得出来并不是那么好看 但是我之前啊阴天在这里拍摄了许许多多我喜欢的一个风景摄影作品 好我现在是又换了一个场景啊现在是一个海边的 啊我们先用正常的快门速度来拍摄一张啊 比如说大家可以看见现在这个景啊我准备用可能两百分之一秒吧 两百分之一秒来拍摄一张照片 大家注意看就是下面这个水它的一个形态啊 好大家可以看见这样照片我们放大放大 可以看见下面它的这个海浪水的形态 是不是非常难看并没有那种美感 看起来有点整个画面脏脏的 而我现在呢是添加了奈斯的十档减空镜 因为现在光线非常强我可以做到曝光时间15秒 我们来试一下它的一个效果 这张是刚才曝光时间15秒更加干净更加简洁一点 因为水它的形态完全改变了这个是15秒把海浪给它雾化了 你可以两张照片对比一下这个并不是一张比较好的照片 但是呢它确实画面会更加干净简洁一点 好现在呢我又换了一个场景啊 这个是一个城市的日落风景 虽然说我是属于自然风景摄影师 自然野生动物摄影师 但是也可以拍拍这种非自然的 因为很多同学嘛在城市里面上班啊这些 然后平时这个摄影影大发啊 想要过过影的话也可以到城市里面来按一下快门过影是吧 我面前的是一个河流 像我们国内的话也是南方的城市 特别是广州啊上海啊重庆啊等等都有这种河流嘛 以河流为前景拍摄城市 一般来说是一个常见的手法拍得出来也很漂亮 OK我最终的构图呢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后期呢我会把这个下面这点树叶 就是有点遮挡的树叶给裁掉 然后上边天空又已经是光板天空没有什么出彩的地方 所以我也给它裁掉一点最终呢会形成一幅稍微那种宽幅的照片 OK现在呢你大家可以看见我用八十分之一秒来拍摄 正常的一个快门速度嘛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水的形态 好拍摄一张然后我们放大来看一下啊 啊你看这个水它是有很多水的那种水纹的 因为它的流动嘛有很多纹理然而呢这些水纹它也并不是非常漂亮 甚至呢我觉得有点难看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还是一样装上耐丝的减光镜 我们可以装一个十档的 这些装稍微 我现在没有十档但是耐丝的这个呢 它光学质量比较好嘛 那我就可以用这个是六档的然后再叠加一片三档的 一共九档来拍摄 看一下效果啊 装入这个九档的滤镜过后了 大家可以看见画面是非常黑的 因为减光太严重了 首先我们把这个光圈调到F5.6吧 稍微大一点然后快门速度看一下能做了多少 六秒钟差不多六秒钟再五秒也可以 就不用太长 因为我们这个场景并不是要刻意的长报 只是把这个水给它雾化啊 给它雾化就会有显得画面稍微干净一点 OK我们现在来拍摄一张 好然后我们看一下啊 你可以看见就是这个水它已经基本上雾化了 这个是刚才的一百分之一秒 这个是五秒钟的水 我简单修图过后两张照片的一个对比 大家可以看见第一张一百分之一秒 是这个样子的 是不是它会感觉画面来说整体没有那么的干净和细利 这个是曝光时间五秒钟的照片 你可以看见就会整体给人一种清爽干净的那种 有一种氛围吧 好通过刚才三个实际的场景 大家可以看见快门速度 它确实不仅是说影响水的形态 影响云的形态 而且它也会影响我们整幅造型的一个干净细利通透等等 许许多的因素 而且我一直觉得我们刚接触旅行风景摄影这块的爱好者们来说 在你拍摄带有流动的云它在慢慢的流动 或者你的面前有水在流动的时候 无论是小的溪流 还是说一条河流 一条长江 嘉宁江 黄埔江等等 有这两个元素其中之一 或者两个元素都有时在你在现场已经尝试了不同的拍摄手法过后构图等等 你觉得没有感觉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这个时候我强烈建议你直接采用长曝光 就把水给雾化或者拍成水湿状 如果云流动速度够快的话 你用曝光时间一分钟两分钟甚至三分钟 把云给拉湿这样的话拍了出来 画面就会更加抓人眼球也会更加干净吧 总的来说就是不知道怎么拍的时候 长曝光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让你的照片更加出彩 当然你要想达到这种水的形态或者云的形态 你就必须要借助到一个摄影的辅助配件 剪光镜 因为在你白天拍摄或者日出日落的时候拍摄光线 这些它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强烈的 这个时候我们把光圈即使收到F22感光度降到100甚至64 你也无法做到曝光时间在几秒钟甚至30秒 一分钟三分钟那就更不用弹了是吧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减少镜头 就是我们相机CMOS的那个叫什么了 静光的亮 所以剪光镜就必须要有 而我目前使用的这个剪光镜是一套耐斯 专门为风光摄影而设计的V7这个套装配的剪光镜 像我我就有三片剪光镜 第一片是三档 这一片主要是在阴天在森林里面拍摄溪流 把水拍成水丝状 或者在日出日落的时候 把海浪等等这些把水也拍成水丝状 然后还有一个六档的有阳光照进这个河流等等这个时候 用六档会比较好 剩下一片就是十档的剪光镜 十档一般就用于曝光时间在可能二十秒以上三十秒 甚至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曝光来使用的 但是你要问我这三片都要买吗 其实我给你的建议就是说 你如果选择像奈斯这种光学质量非常好的滤镜 我建议你就买两片就行了 因为像我自己因为这个滤镜还是比较多 我还有其他的一些渐边灰偏正镜等等一些滤镜 所以我不想就带很多出门 然后呢我又不是那么喜欢长暴大家知道 所以我一般剪光镜就出门带两片 一个三档的一个六档的 比如说像现在我插的是一个六档的剪光镜 然后呢我如果想做到曝光时间更长 六档不够的时候 我就可以两片来叠加这个是一个三档的 那我就给它加到这个前面这样 好它就变成九档的了就接近于十档了 虽然说两片叠加上去啊 你要问我有偏色吗 我会告诉你还是有一点点的偏色 但是它这个偏色呢它是偏那种就是阳红色 你知道吗 而且偏的也不多 然后你后期就可以把那个色调往绿的方面 稍微拉一点回来就OK 所以对于像奈斯这种光悬质量比较好的 我觉得两片来叠加是一个比较经济 比较更加易于携带的一个方案吧 当然你特别喜欢长曝光的话 那我建议你还可以选择十档甚至十五档 二十档的这个卷光镜 总的来说关于滤镜选购的 我自己的一个经验啊 因为我用滤镜太早了 我是从大概2012年就可能开始涉及到滤镜 尽量买稍微好一点的 因为这种东西啊 它一个是会影响照片的成像效果 而就比如说你花了一个非常贵的 那个叫什么呢 预算 买了一个比如说270 2.8这种非常好的镜头 但是你因为你图便宜去买一个比较差的光学滤镜上在前边 那这个时候 它会就是你的流头只要就变成狗头了 好吧 这种东西你买来就可以用很久 至少都是几年起 十年甚至更长时间都完全没有问题 比如说像我这个滤镜 我这个滤镜是已经已经用了四年五年了吧 四年五年了 你可以看见前面它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划痕啊等等这些 因为这个滤镜耐湿的这个它前面镀膜还是非常非常好的 只要稍微做一下清洁 我告诉你就是和新的没有什么分别 OK好今天这期节目了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觉得这期节目对你还有所帮助 记得帮我点赞一键三连 有什么问题在下面给我留言 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 记得订阅啊 龙凤镇摄影演艺剧 拜拜 好节目最后插播一下自己在线下做摄影教学团的信息 风景摄影的和野生动物的首先讲野生动物 在今年底12月10号到20号这11天 我会在肯尼亚组织大家拍摄野生动物大片 我会全程在现场和大家分享野生动物摄影的一些经验 以保证最大程度出到野生动物摄影大片 12月份的肯尼亚是一个比较好的时间 喜欢拍摄小狮子、小豹子、小羚羊 拍到那种比较温馨的画面 可以选择12月份到肯尼亚 今年我一共是组织了5个肯尼亚的野生动物摄影团 前面三个是正在进行时 11月底野生动物摄影教学团三营是已经全部满了 所以抱歉 四营还有最后几个位置 所以想要去拍大片 一起喝可乐的同学 记得抓紧报名 好 早上就是风景摄影 在10月底、11月初 我会组织大家在美国西北 波特兰、俄罗冈这附近拍摄绝美的风景摄影 红叶大片 我会全程在现场做摄影指导 这两个行程呢 一个是五天的 一个是四天的 五天的这个三营呢 现在好像还剩最后一个位置 四营呢还剩三个位置 所以位置不多 如果有兴趣的想要一起喝可乐拍大片的同学 记得抓紧报名 详细的行程和价格 还有行程介绍、报名方式 可以查看评论区第一条 或者你直接公众号搜索 自然摄影师雷宇找到相关的行程 OK 打扰大家 拜拜